专注极致诚实手信 大家好 我是Ricky 转眼节10月份就过去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10月份耳湾整体的销售情况 以及11月份现在市场上有哪些好的生意机会 视频的最后 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高端区域 New Pearl Beach和New Pearl Coast的市场状况 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看图 首先从第一张图上我们看 耳湾在过去10月份一共卖了159套房子 销售均价771美金每平方尺 刚好和我们之前分享的三季度销售均价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10月份可以说耳湾市场是既没涨也没跌 但是分到具体的区域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Total Rock Total Rock对比三季度上涨了4% 然后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价值挖地Portugal Spring 对比三季度上涨了5% 这里面也有两个区域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一个就是比较旧的区域是Wood Bridge 虽然位置很好 但是这个区域整体的销售对比三季度的均价是下跌了4% 还有一个就是West Irwin 这个情况有点夸张 可能是因为销售样本比较少的情况 所以虽然它下跌了20% 但是也不具备很大的一个代表性 其余的各个区域 大家可以自己观察 自己去分析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二湾市场上整体的情况 二湾现在市场上一共有189个房子 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把这些房子全部卖掉 销售均价817美金每平方尺 销售均价对比过去的成交价 是上涨了6% 也就是说卖家还是比较aggressive 卖家还是希望能够卖到一个更高的价格 所以整体是有一个6%的上涨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区域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一个是Ultra Hills 一个是Portola Spring 我们先看Ultra Hills Ultra Hills现在在售房源20套库存天数57天 还是尔湾整体的二倍左右 但是它的销售均价的要价 已经去到了1089美金每平方尺 对比三季度的销售均价上涨120% 对比三季度的销售均价 有一个20%的溢价 也就是说这个Ultra Hills的屋主 实在是要的有点夸张 不管这房子再好区域再好 但是你看10月份的时候 Ultra Hills的销售均价和过去三季度 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上涨1% 但是现在市场上所有的这些房源的要价 居然是高达19%的一个增幅 所以在买Ultra Hills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有很大的砍价空间的 大家千万不要怕错失机会 而直接给一个超高的价格 这样可能你就是最后的那个韭菜 还有一个就是Portola Spring 之前分享过Portola Spring的价格是一个价值挖地 但是现在它整体的要价已经涨上来了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跟新房开盘有关 因为新房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其他的二手房的价格也跟着水涨穿高 这里面有两个有机会的区域 第一个是Tortolock Tortolock虽然10月份对比三季度有4%的增幅 但是11月份它整体的在售房的售价 依旧是远远的低于三季度的平均售价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逃到宝的机会 第二个就是NOSU的 NOSU的也是一样 虽然10月份对比三季度的价格是有一定的增长的 但是它现在整体在售房源的要价 依旧要比三季度的价格低6% 所以这里面你仔细找还是能找到不错的机会 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Tortolock和NOSU的这两个区域还是有增长的空间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Newport Beach和Newport Coast这两个高端区域的情况 Newport Beach和Newport Coast10月份的销售均价对比过去的三季度居然下跌了10% 这点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高度注意 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是否R1这样的中端城市会受到高端城市的影响 房价也开始轻微下调呢 我们不知道 大家拭目以待 还有一点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现在市场上Newport Beach和Newport Coast 他们的再售房的要价居然比三季度的销售均价高出来40% 如果这个时候你按照现在市场价去买Newport Beach Newport Coast的房子 你大概率是要吃大亏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并不买单这个价格 从10月份的销售数据就能看出来 它的价格是往下走的 但是大部分的屋主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依旧认为房价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他们的要价非常的夸张 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的做法是说 可以去跟屋主尝试谈价 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下你谈不下来 可以等一等 尤其是高端房产 暂时不着急入手等等看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10月份的数据市场分析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随时问我 我是Ricky 关注我获取更多房产信息 拜拜